植水仙君倒也没有觉得他这样直接问有什么不对,他神态自然,仿佛是早就习惯了这样冷漠的轩云莫泽,毕竟以前他遇到小时候的他,他就是一个冷情的人,于是他便也直说, 为时要去海外一趟,此去希望你能同行。 师尊没有别的人选吗?我最近有事在身,只怕难以抽身陪同前往。 轩云莫泽目光微闪,比起去海外,他更想留在凤九身边,帮助他在这边一步步站稳脚步。 并不是没有其他人选,只是谁也比不上你来得合适。 此行最重要的一件事,还需要借助你的力量,以及你的轩云剑,所以此行非你不可。 正因为如此,为时也才会登门前来邀你同行。 轩云莫泽眉头拧了起来,他并没有说话,而是沉思。 植水仙君健壮,便问。 你在这边有什么事情,为时可以让人代位处理? 要去究竟? 他抬眸问。 时间不好说。 植水仙君摇了摇头,时间上面也是难以估计。 他站了起来,对植水仙君道。 我要考虑一下,师尊,这些日子可以先在府中住下,去与不去,我过几天答复你。 植水仙君站了起来。 好吧,为时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。 如果你在这边有什么放心不下的,可以跟为时说。 为时可以让人帮你处理,让你无后顾之忧。 灰狼,带仙君去后院休息。 是。 灰狼走了进来,对植水仙君做了个请的手势。 仙君请这边请。 带他离开后,圈原莫泽副手站了一会儿,这才迈步往两府相通的小门走去。 来到凤府后院,凤九的院子里,推开房门后,走了进去。 到里面,见床上的小人已经睡着了,他便脱下外衣,来到床边躺下。 伸手一搂,将他搂到他怀中来。 回来了。 凤九眼睛也没睁开,呢喃了一声。 他闻着他的发香,应了一声。 没什么事,我让他先去休息,有灰狼在那边照顾,睡吧。 听他说没什么事,凤九便也没再问,只是楠楠。 明天,我要去城里转转,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铺面。 你陪我去吧。 好。 还要陪我去买东西。 好。 他感觉到怀中的人在说完话后,已经睡着。 不由扬起唇角,深邃的黑桶中溢出一片宠溺之色。